熊熊烈焰祷告特会本周在宜兰吉林梁山庄的巡回 对众教会有更深的震动 号角吹响进入祷告季节 2020国家祭坛超过千人聚集 两代合一用悔改和祷告 祈求上帝带领台湾走出旷野进入迦南美地 今年的耶路撒冷祈祷早餐会 首度采线上方式举办 参与的国家和人数反而加倍 一起为以色列祷告和平来到 掌握全球华人教会脉动 都在好消息国度报道 平安 我是陈凯丽 熊熊烈焰祷告特会 已经巡回台中 桃园 屏东 高雄等场次 在全台湾陆续点燃祷告复兴的烈火 10月23号来到了宜兰 杨道路牧师勉励宜兰众教会 不要轻看偏乡的小教会 宜兰领受吹响号角的启示 众教会要凭着信心来回应 建立祷告大军 熊熊烈焰祷告特会 从9月中旬巡回台湾 经过了13场聚集 国际祷告学院杨道诺牧师 在10月23号至25号 来到宜兰礼拜堂 召聚了13间教会 200多位弟兄姐妹参与 点燃地方教会对圣灵的可慕 开始吹起祷告的号角 迎接复兴 祢是有火的人 祢也是很能够教导的人 祢可以把主祷文变成很具体的 让弟兄姐妹可以实行的 带领着我们 借着神的一个话语 进入到祷告的一个氛围里面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神的带领 以及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 进入到神祂自己的一个命定 不同于以往的特会 复兴祷告小组让祷告 不再是头脑中的资讯 而是能够将祷告 搬到心里 更深的连结于基督 经历转化 区长跟小组长 我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复兴祷告小组 那他们在祷告当中 就觉得关系越来越好 而且也有经历了一些神迹 当他们开始复兴祷告小组之后 整个那个福音的动力就出来 他们很多的去关心 在职场里面遇到的人 结果很快的就有人受洗了 很快的就有人信主了 然后带动整个职场的转化 除了生命的见证 慧中也经历到号角的启示 虽然你们都是小教会 在山里头的小教会 但是你们要吹响那警告的号角 你们要吹响那个号角 吹响那个号角 宜兰是一只号角要吹什么号 他说你们要起来吹警戒的号 为什么要吹警戒的号 因为时候不多了 虽然有神的保护 疫情的保护 两岸征战争的保护 神都保护台湾度过了 可是台湾还是在危险的当中 虽然宜兰没有千人以上的教会 但各地方教会却能够用信心回应 祷告团队所领受的号角启示 相信上帝要在宜兰地区建立祷告大军 就在宜兰场次结束之后 杨道路牧师接着和众教会 在台北凌阳山庄聚集 分享台湾众教会要了解 上帝对台湾的祝福和保守 为的是赋予台湾更大使命 我们来看现场杨道路牧师分享的信息 同时国度父老周神朱牧师 也有一段回应 神正在搅动台湾的教会 因为神要使用台湾 神要使用台湾的基督徒们 神要使用台湾的教会 进入到列国万邦中间 来迎向整个亚洲 神要完成祂的终极使命 祂的国度的使命 祂的国度的目的 通过台湾 借着台湾 透过台湾 帮有耳的 listen 要来聆听 to what the Spirit 聆听什么呢 is saying to the church 圣灵正在对教会说的话 所以我们的耳朵一定要开通了 要来聆听圣灵正在对教会所说的话 让我们需要回应 台湾不能够再等了 台北也不能再等了 就是这个时刻 我们必须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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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这个时刻 当过去台湾在合一这样的一个 里面看见神的恩典 但是合一不是目标 合一是个平台 我相信神这一次 特别在这样的疫情 两岸紧张的时候 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危机的时候 神带领杨道诺牧师 神机式的来到台湾 我相信神对台湾有祂的心意 有祂的命定 不但要合一 而且祷告的火必须要烧起来 这个火已经在好几个城市 开始燃烧起来 我相信这件事不是少数人 也是少数的教会 神要在整个台湾 遍地 祷告的火 复兴的火 能够烧起来 而烧起来的目的 不是为我们个别的教会 个别的城市 而是为整个台湾 能够进入神的心意跟命定 特别在这样的命定里面 我们盼望 我们能够成为华人 整个全球华人的祝福 成为亚洲的祝福 成为列国的祝福 经过这几场的巡回 这股祷告浪潮 正掀起台湾教会 一波祷告更新的力量 关于熊熊烈焰特会的 后续发展 请持续锁定 好消息国度报道 10月24号的国家祭坛 在中原大学举办 来自220间教会 超过1500多位的弟兄姐妹 聚集守望 面对世代的议题 一同祈求上帝带领百姓 走出旷野 进入上帝应许的加兰美地 记者现在位在 中原大学2020国家祭坛的现场 那现场可以看到 超过222间的教会 将近1500的人 一起来聚集祷告神 那今年的主题 Lay my people go 荣我的百姓去 在面对全球 还有两岸的危机时刻 基督徒需要更多的 来为国家的议题来祷告 在祷告当中 盼望神就来修复 这片被撕裂的土地 问题我们有没有去想过 如果没有台湾 一样可以生存 那神造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教会不只是完成救恩 在地上带领人得着勇士的生命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翻转这块土地 是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一起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悔改 当我们合一 当我们过生结生活 神会伸出他的手来 阿们 我相信神对我们 对台湾的教会 对台湾 祂的命定是不会辞去的 在悔改现场赎罪季之后 这次还有一大亮点 是搭配了自制的音乐 还有戏剧要来强化主题信息 用圣经中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进到旷野中的故事主轴 为的就是要呈现出 旷野在人的眼中 是一个负面之地 但上帝所容许的旷野 那就是一个好的计划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服侍神 其实神的心意 不只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埃及不是目的 是来进入命定 成为祭司的国度 能够侍奉神 整出剧也点出了台湾目前所发生 像是两岸紧张情势的时事对应 表达出下一代要承受历史包袱的挣扎 跨时空的反映出现代人 与当年以色列人类似的光景 让人反思身处旷野时该有的心境 这次包办演出的青年世代 就象征着下一代的兴起 要一起来侍奉神 当以色列人出旷野之后 其实他们在这个路上 他们一直以为 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就是他们可以唱歌啊 可以跳舞啊 可是他们又伴随了埋怨 抱怨各样的事 其实神告诉他们说 你们还是习惯埃及的方法 所以这一次的戏剧里面 有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把埃及当时的 整个的风俗好像都带出来了 看不是施风 看只是叫人相信 要活才能够活出施风 活才能够活出幸福 他已经让我们离开埃及了 这是事实 但是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要尊心神的敌意 求神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 我们要尊心他的话语 呼求神带领台湾出埃及 进到迦南地 要深信台湾有一个命定 不只是要去 而是要能够出去侍奉神 在这个值得感恩 也面临危机的季节里 众人来到神的面前 为国家来煮祭坛 盼望神让台湾的未来 可以进入祂的应许之中 以上是顾利菲新闻记者 在桃园的采访报道 今年的以色列耶路撒冷 祈祷早餐会因为疫情的缘故 在10月21 22号改采线上举办 反而吸引更多的国家 基督徒和犹太人参与 一同为属灵长兄 以色列祈求平安 让和平临到中东地区 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第四届以色列耶路撒冷 祈祷早餐会 在10月21号至22号 首度以线上方式举办 今年既有超过100个国家的基督徒 和各国政府代表参与 报名人数是往年的三倍 这场祈祷早餐会 是由以色列国会议员 Robert Ilautov 发起 目的是要邀请政治界 和教会界的领袖 共同聚集 为以色列耶路撒冷 祈求平安 今时我们会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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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祿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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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祈祷 祈祿 祈祈 祈祷 如果这个疫情维持续 一个正确的东西 是人们在世界上 祈祷比以前更多 诗篇记载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全地就有平安 因此参与由以色列国会主办的 耶路撒冷祈祷早餐会 正是与犹太长兄一起站立 连结于神的时刻 也迫切为犹太人 得着救恩祷告 Jerusalem is the source of blessing as it says in the Tehillim Pray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May those who love you prosper Many Albanian families raised their lives for the noble mission of protecting Jewish lives We are very proud of this and the entire world should be proud of the Albanian example and code of honor and hospitality 我们的属灵长兄 犹太人 他们真的非常需要 华人同心合意地为他们祷告 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非常的大 他们所面临的环境 非常的艰困 需要我们一起来 为他们守望祷告 在线上祈祷会 不仅为以色列疫情守望 也为今年在外交上 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巴林所开启的邦交关系 来献上感恩 更为接下来将与苏丹开启的 和平新协议来带导 让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的交通枢纽 带来下一波的经济奇迹 看见以色列接连和中东国家破冰友好 相信上帝奇妙的工作正在进行 今年的基督徒联合书展 从即日起开始到11月3号 在台北信机大楼展出 要如何让阅读结合信仰 丰富身心灵呢 书展期间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和讲座 当您去逛书展的时候 说不定也会和许多常见的牧者们 不期而遇哦 闯关拿着架 一年一度的基督徒联合书展 在信机大楼热闹展开 现场可以看到有18间的出版社联合展出 琳琅满目丰富多元的书籍 主办单位还结合了闯关有氧小活动 让来到这里的民众体验身心灵的有氧 我们展场设计的确就是希望可以让 所有的人进来以后 他每个摊位都尽量能逛到 因为我们相信阅读 它其实不会只有单方向的 不会是单实型的 是比较扎实性的 可以获得更多整全的知识 所以我们希望他每一摊都会逛到 所以我们有办闯关卡 我们有办抽奖活动等等 都是希望能让每一摊 逼此之间有互动 因为我喜欢书 我喜欢阅读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 透过书籍更多的认识生 这次的书展还有一个贴心的设计 分类的是一大主题 每个主题里面还有书籍的清单 供民众来参考 那另外展场的S星 只进不出的动线设计 让民众不会露撕掉任何一个书摊 而为了更强调信仰的书籍演的生活化 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五大系列的讲座 邀请到了董家画 刘子骏等牧师接力 跟观众面对面聊信仰聊生活 我们希望来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 他们可以针对这次文学规划的五个主题 十堂的讲座 加上其他出版社很丰富的再加上八堂讲座 一共是十八堂的讲座 他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他们需要的 各位我们是特别取 我们2020年最畅销的十本好书 畅销推荐书籍 童书文创小物没有少 从研究圣经的书本 到谈谈生活的轻松小品应有尽有 让民众以抽敌折扣带回 那你觉得是满意的折扣吗 非常满意 书展在疫情之下仍如其展开 从10月29到11月3号 民众可以不用东奔西跑 在联合书展就可以找到最丰富的属灵内容 以上是记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林良教务神学院今年迎来第30周年 师长和历届的校友们齐聚一堂庆贺 献上感恩 感谢和尊荣 创校院长周神珠牧师勉励大家 神学院不是学校而是家 大家都是家人一同进入水生之处 为宣教大使命一起努力 10月25日晚间 林良教务宣教神学院欢庆30周年 来自全台各地的校友师生齐聚母校 回顾30年来的开支散业 现在来到圣经中的水生之处 林生人都有为主使命必达的心志 我们过去所辛苦撒种栽培的这些学生们 能够在各个地方开花结果 那这是我们做老师的最高兴的件事情 林良神学院自1990年创立 校旨从位于台北林良堂的宣教大楼 搬到林良山庄 五年前再搬到位于新店的台北矽谷大楼 首届院长周神珠牧师 以从1.0到3.0的进展来形容 并以神学院应该是家 不只有家的氛围 师生也是属灵父子来勉励众人 父亲不是一个地位 父亲是一个责任 老师责任可能高一个段落 但是父亲是永远负责的 在这个学校的里面 在神学院的里面 我们能够因为我们训练出来 是要建立教会 而教会是神的家 而林神也从30年前的12名学生开始 开支散业到如今在海内外有八间分院 毕业及现任校友有1257人 大部分都在台湾西海岸的 偏向福音印度开拓打拼 大家都有共同的心智 就是林神出品使命必达 林良成学院 我们是所使命必达必成学院成学院 过去我们那种实干实拼 然后吃骨耐脑的精神在 不一定要有这种方式 但是精神要在 让这个学院里面在一个新世代当中 但是有一种受苦的心智能够继续往前 让神学院不只是在一些都会区 也是在比如说偏乡的地区聚细 有很多人愿意下到偏乡里面扎根 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 当我们出去开拓的时候 其实神学院它不只是一个学院而已 它是一个生命建造 而且它是一个大家庭 它是有非常好的关系 从无到有 从小树苗长成大树 林神三十而立 将继续为主培育国度人才 朝宣教大使命的目标买进 创作多首福音歌曲的 《月书亚乐团》 今年以第21章专辑 《我愿降服》入围传译金曲奖 这是他们成军23年来首次走上金曲红毯 虽然没有抱回讲座 但是入围就是肯定 《月书亚乐团》用音乐感动万人 一起来看他们当天颁奖典礼的情况 第31届传译金曲奖 10月24日晚间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行 创作福音音乐 拥有广大粉丝歌迷的高人气 《月书亚乐团》 以《我愿降服》入围本次 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项 成军23年来首次走上红毯 虽然今年没有拿下讲座 但他们坦然面对结果 认为信仰才是最真实的生活 开心或低谷时都要随时赞美神 紧张还是蛮紧张的 然后听到觉得得将者 不是我们就觉得 好吧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然后至少我们被听到被看到 透过这张专辑 他们彼此相符 团圆间以绝佳默契 创作出多首在生活中 无时无刻可以荣耀神的 敬拜音乐 让许多人透过音乐被感动 被上帝的爱触摸 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对象 是朝着荣耀神 我想要鼓励每一个人 或者是每个年轻人好了 就是可以勇敢的去 把你心中对神的想法 你就表达出来 约书雅乐团的音乐 一直努力尝试各种新的元素 将天国文化与流行音乐结合 点燃广大年轻族群的 敬拜热情 我们希望做出来的敬拜音乐 就是影响下一代 所以我们是真的很希望 可以看到年轻人一起来火热 然后敬拜赞美跳跃 透过我们彼此的团契服饰 还有 have fun 我们游玩在一起 我们开心在一起 这是约书雅乐团 很重要的一个意向 本土诗歌创作 是一条艰辛的路 但团员们彼此扶持 未来也将持续用热情 及创作音乐 荣耀上帝 由佳音电台和伊丽麦子 等单位举办的金船奖 以亲情为主题 希望让更多人 重视家庭珍贵的价值 今年在上百件 入围作品当中 许多发生在祖孙之间 父子母女之间的作品 记录下最深刻又感动的时刻 由佳音乐 联播网与台北市 永康国际商圈协进会 一粒麦子社福基金会 及基督教金登台基金会 共同筹划的第三届 佳音金传奖 得奖名单出炉 在众多来自各地 及各族群的参赛作品中 无论是原住民祖孙三代 分隔两地的新住民母子 失智的长者 脑部受伤的家庭成员等 每部作品都描述人心中最渴望 也是最珍贵的那份爱的记忆 其实里面很多题材跟内容都是有关我跟阿公上山的一些经验 那这个奖我就是想给我爷爷 一切都是因为他对于文化想要有传承这个动作 才会有这个故事的诞生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世代变迁 对家造成的冲击 在追忆故人为流失的亲情畅然若失之际 唤起活在当下的人们 需要更积极地营造家庭关系 珍视家庭价值 爱要及时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长辈 不要等到失去了之后才深觉遗憾 来不及跟他说谢谢 来不及跟他说我爱你 我们就期望能够唤醒大家更多地看重现在的亲情 完成环岛梦想的我 遗传了阿公勇敢冒险的精神 而在未来我要继承的将会是他守护家人超越自己的爱 相信现在已和上帝在一起的阿公 也会继续带着他那份爽朗与单纯 认同这样的传承 感谢上帝让我得到这个奖 因为所有的文字 然后他的感动跟力量都是源自于神 很多作品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说 爱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人生命中需要的元素 更多的爱有时候来自于天上 而因为来自天上的爱 让我们更容易能够把这样的爱带给我们的家人 带给我们的社会 透过影像和文字 每一个与亲人相处的记录 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刻 最近刚获得金钟主持人奖的电视主播舒梦兰 至今走过56个国家 只为了让观众能够有清零野生现场的感受 使舒梦兰改变的契机是一场南极的拍摄 他听见上帝对他说话 从此生命不再一样 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感谢再美主 曾多次叩关金钟的电视主播舒梦兰 今年第三度以节目消失的王者 获得自然科学即时节目奖 舒梦兰十年来走遍全球七大洲 近60个国家制作深度报导 上山下海冲锋陷阵 很难相信他原先是个排斥户外活动的贵妇主播 我觉得上帝好像就会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安排 然后在一些时间点的时候 就会让你有很大的转换 《消失的王者》系列自三年前开始制作 从非洲大草原到婆罗洲雨林 追踪拍摄世界各地的冰围物种 野外拍摄常有不可测的变化 加上外景团队只有舒梦兰和摄影两个人 他们在显恶的大自然中遇上许多惊险时刻 每次都是靠上帝才能化险为夷 好 看到了 69号已经抓到捕捉到一只鸵鸟了 就在我们的眼前 就在我们前方大约800公尺左右的地方 没有想到我们拍摄的主角 竟然就在我们的镜头前面 让我们拍摄到了前所未有的捕猎画面 所以你说这不是神经是什么 让舒梦兰走向世界的转捩点 是十年前远赴南极的一场采访 当时为了拍摄日不落景象 舒梦兰独自在冰天雪地中前行 突然听见上帝对他的呼召 有一个声音在我边告诉我说 你当记者当那么久 你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给台湾乐听人更有内容的东西 他在那里 我觉得他是他跟上帝相遇的 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那之后他开始 当然他因为工作的关系 东奔西跑 有很多的不确定 我觉得他的祷告帮助他很多 舒梦兰与上帝的相遇 打开他生命中新的篇章 充满惊奇的冒险故事 成为一幕幕美好的见证 也祝福舒梦兰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好消息 国度报道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